据台湾媒体报道 不跟杨子清曝光两人出轨证据 陶哲近日发表声明 表示要对救援采取法律行动 只不过杨子清也不是省油的灯 自日再度对媒体透露 两人已经交往六年 并在微博中霸气回击陶哲 律师我也请得起 而陶哲将在7日召开记者会说明 据悉陶哲手上握有足以扳到杨子清的重要证据 另外杨子清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自己心底坦然不怕陶哲起诉 他说陶哲刚刚承认我是他的前女友 希望我一切顺利 没想到刚过两天又要起诉我 真是出尔反尔挺可笑的 他与其轻松 宣称自己爆料的内容全部属实 如果真的打官司 相信法律能够证明真相 他有加码爆料 他和陶哲的新闻爆出来之前 陶哲还在联系他 称自己7月初将到北京参加活动 希望与他见面 但杨子清并未同意 他说我与陶哲在一起6年 对这个人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不想再与他有任何接触了 而7月2日陶哲恰在北京出席某典礼 更让人惊讶的是 杨子清前年23岁 若聚聚属实 恐怕17岁未成年就已经与陶哲交往 对此陶哲尚未回应 4日晚间 有媒体报道 陶哲这次去北京 便积极和律师讨论 陶哲所属唱片公司表示 7月7日会举办记者说明会 在这以前 对任何事不再做回应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爆料 陶哲手上有重要证据 可能会在记者会当天公开